大家好 我是李青昌 我今天要錄的是第五題 那這題的作業呢是要實作一個 有兩個球 然後用彈簧連接然後另外一個球 從這邊過來碰撞到這個球以後 產生的那個 運動 那這個黃色球是第0顆球 綠色是第1顆 那藍色是第2顆 那它們的 它們的 初始的一些狀態還有一些常數 就定義在這邊 那這個模擬執行的時候呢 它就是講這樣子 就是碰撞以後它就會開始運動 那中間紅色那個是 呃 綠色跟黃色球的執行 好 那現在就看一下這個程式 前面這邊是常數跟初始的狀態 那接下來這邊是畫圖 呃 這個是背景然後還有旁邊的那個時鐘 好 然後接下來是畫這三顆球 就照我剛剛給的那個參數 然後是用這個list的寫法 然後接下來是彈簧 然後這個是它們的直行 就是黃色跟綠色球的直行 就是第0顆跟第1顆 所以它的位置跟速度分別都是這樣子 好 接下來呢 這是碰撞的一個function 那碰撞的公式呢 可以在微幾百顆上面找到 就是在這裡 就是二維的彈性碰撞的公式 所以就把這個公式呢 放在這裡用呃 呃 程式把它實做出來 傳入的參數是 呃 兩顆球 然後最後會 傳回來的是 呃 經過改變後的速 就是碰撞後的速度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底下的程式的部分 呃 嗯 最前面就是判斷說 有沒有碰撞 有沒有碰撞 呃 這個 碰撞的判斷就是說 用 第0顆球跟第2顆球 也就是 先把程式跑出來看一下 好 就是判斷 黃色這顆球跟藍色這顆球 它們之間的距離如果 如果小於它們的半徑和 而且 這個 這個 黃色的球它是靜止的話 然後 就讓它們進行碰撞 就用剛剛的這個 這個 clive這個 function 那接下來呢 每次都會把 彈簧重新畫到正確的位置 就是它的位置會是 連接在 這顆球 然後它的 方向是 在這個方向 然後 呃 會把 呃 每次都會把那個 球 球 的 速度 改變 就是用它的受力 就是受到彈簧的力 然後 這 就是黃色跟綠色球 都有分別受到彈簧的力 就是 會改變它們的速度 然後 然後 再把它們指心的速度 也算出來 然後 最後這邊就是 呃 改變 依照它的速度 然後去改變它的位置 好 所以 模擬的話 就是變成這樣 然後 都有畫出它的軌跡 這樣比較容易看 好 好 接下來呢 作業的第二個部分 是 要印出一些 數值 在碰撞之前呢 要印出 呃 第二顆球的 動能和它的動量 也就是藍色的這顆球 好 所以 我現在開另一個程式 就是 呃 有印東西的版本 剛剛那個版本就只有畫圖而已 所以 呃 到這邊以上大概都是一樣 那 從 從這裡開始 就是在印東西 就是在碰撞之前 所以是 有一個 布林的值 它就是 紀錄有沒有經過的 碰撞 所以當 還沒有 呃 它一開始的初始值是false 所以 當還沒有碰撞的時候 就會執行這一段的程式嘛 好 呃 就是 計算出 第二顆球的 動能 然後還有動量 然後把它印出來 那 接下來 在碰撞之後呢 有 有九個東西要印 那 第一個 是要 呃 要計算這些東西的話 我們要先找到 這個 周期 那 我這邊判斷周期的方式呢 就是 Spring 我先 我先記錄下來 Spring的Axis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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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說 它現在的 就是 長度 是比原長還要長的話 然後 然後 它上一次的長度 是比原長還要短 就代表 它經過一個周期 然後 這個 time 大於dt的話 只是要排除掉 呃 最開始的段況 還有一些 呃 有可能會產生誤差的地方 好 所以 每當 進到這個條件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 呃 就會找到它的周期 那 這邊有一個time的 值是 一開始是零 那每次都會加上dt 當進入 就是 符合一個周期的條件的時候呢 就會 就會 就會再把它歸零 所以就每次都可以數到一個周期 然後 其他的東西呢 就是 這個是 未能 因為它要算的是 呃 第一項 是 一個周期中 的 平均的震動的位能 然後 然後 然後第二個是 一個周期內平均震動的動能 所以 我們找到周期了 那接下來 就是每次 每次都會 把那個 當下的位能跟動能 加到一個 算是counter裡面 然後 當經過一個周期的時候 再把它出 就是 出 就是得到平均 然後再把它印出來 所以 這個就是位能 然後 平均位能 平均動能 還有 還有平均的轉動動能 那 平均的 這個移動的 就是在震動這個方向的動能的話 就是 考慮的是 相對於 直行的 方向的速度 那可以看一下 這個 模擬 所以就是 呃 在這個方向的 就 把它取為 是 vibrational的 kinetic energy 然後 rotational的部分是 就是 垂直 垂直於這個 方向的 所以 這邊就是把它分成兩個方向 然後分別做計算 好 所以 前三項就已經找到 都是 要 平均的 然後第四個是 直行的動能 那就 照動能的方式去計算 然後 接下來 第五項是 呃 第二顆球的動能 那 就是 這個也很容易 那 第六項是 總能量 就是把 前面的 能量全部都加起來 然後 第七項是 呃 彈簧跟球這個系統的 動量 也就是這個 這個系統的動量 那我們就 把 黃色球跟 綠色球的動量 都加起來 那 第八個是 第二顆球的動量 就是 就是這顆的動量 那 第九個是 總動量 好 然後 最後就把它都印出來 然後把這些 就是 把時間啊 還有 剛剛三個要算平均的東西 都把它歸零 那 可以再 看一次 這個模擬 然後 把它 重新開始 好 剛剛一開始 這邊 就可以看到 呃 在還沒碰撞之前 這個藍色球的 動能跟動量 分別是這兩項 然後 接下來就是 印出來的 東西 然後可以看到 這個 總能 就是碰撞之後的總能量 它是跟 原本 藍色球的總 總能量是 很接近的 大概就差一點點 應該是那個 計算上 就是 程式跑的一些誤差 那 它的總動量也跟原本的 是一樣的 所以 就說明它是個 能量守恆的 系統 然後另外還可以注意到說 這個 在這個黃色球跟綠色球的系統當中 它們的 衛能跟 那個 震動的 動能是 就是 各 就是它們的指示 想等 就是 之前上課的時候 有提到的一些 東西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謝謝大家